花蓮市博爱街以及光复街等路段已经有十多年未曾全面刨铺 加上管线以及污水下水道工程造成路况是更加糟糕 施工所经过评估后在日前开始进行改善工程 而市长在28号上午更是前往现场了解施工现况 要路车在博爱街上进进出出来回压实路面 一旁的工程人员则是利用小型机具做边缘补墙 由于花蓮市光复街 博爱街 成功街及南京街等路段 已经有十多年未曾全面刨铺 加上管线单位及污水下水道工程造成路面高地不平 施工所从4月26号开始进行道路改善工程 让当地里民都相当期待 他这是要为我们花蓮市最精华的地段来铺设柏油路 这柏油路已经将近20年了已经20年没有铺了 那一些工所在铺这个柏油路之前 都有为我们做一些协调跟协商 那什么时候要铺路他有提前告诉我们 那我也谢谢市工单位还有我们的那个工所的努力 花蓮市长威佳贤在28号上午 也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前往现场了解目前的施作情形 希望能为当地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 那今天我们也要谢谢花蓮市政府 给我们一个道路养护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针对这养护经费来将花蓮旧市区 就是成功街光复街南京街 还有我们这市区附近的一些比较狭小巷弄 那还有一些巷弄的部分 过去十几年来都没有再重新铺设的一个路段 来做相关的一个抛补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居民也反应回馈也非常好 还有里长的回馈也非常好 那花蓮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把相关 旧有的一个市区道路来做相关的一个改善 为了避免道路工程后续因为管线人孔 盖框的提升又造成二度开挖 市公所在刨铺前也做了限定调查 通知管线相关单位配合先将17处 过高的人孔先行做好改善 期盼能为用路人提供更加平整的道路空间 记者 许立琴 花蓮市报导 南非新铺前周36 南非新铺后 内聘还有区 world 屋班尺 bunlar 这些地方一定会 لي使用 这个thon�部 board 学民本小学家